欢迎来到TGN Star News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王一博与关锦鹏护官 关锦鹏当年以细腻为美帝风格文明侠尔 以前不大懂护官代表什么 这些年经常上网 才知道被了不起的人关注是一件很值得开心和炫耀的事 因此看到王一博与关锦鹏护官 还真是小小的吃惊了一把 曾经看过关锦鹏指导的三部电影《胭脂扣红玫瑰与白玫瑰蓝语》 印象中关锦鹏是一位追求细腻唯美 特立独行的导演 他的早期作品不仅评分极高 而且票房、口碑都非常不错 是一位比女人更懂女人的优秀导演 曾与张国荣、梅艳芳、张曼玉、梁朝伟 这些影帝影后级别的演员合作 并捧出五位影帝影后 自己也获得金马奖、金像奖等11个重大奖项 关锦鹏可以说曾经引领一个时代的辉煌 关锦鹏对演员的要求很高 他曾在综艺节目中要求他合作的青年演员 要懂得与角色共情 进入到角色的命运中 与他同喜共悲 但又不能没有自己独立的思考 自己要始终处于主导地位 其实看过他的一些采访后会发现 他很欣赏那些有天赋 一点就通的演员 演员的天赋会让导演美美有如沐春风 醍醐灌顶之感 极容易产生默契和互动 擦出璀璨的火花 关锦鹏这样优秀作品等 深的导演与王一博互关 已经有很多王一博粉丝迫不及待 希望二位合作了 并言之凿凿称王一博不会饮玫瑰的故事 主攻的还是电影 能够与关锦鹏这样的名导合作 无论对于哪位演员来说都是莫大的荣幸 但合作之前提高自己的综合素养也是非常必要的 看过关锦鹏作品的会发现 他的电影是极有古典韵味的 比如《胭脂扣》中 梅艳芳吟唱《客途秋恨》 瞬间就将人带回到古艺悠悠 挨感完艳的氛围中 梅艳芳身穿颜色慧暗 样式老旧的旗袍 走在高楼林立的HK 他眼中的悲凉和无措诱 让人无比感叹世事变化莫测 所有以为会属于自己的东西 都会在瞬间消失不见 一位影评价这样评价关锦鹏的电影 受张爱玲的影响 关锦鹏有着深厚的旧上海情节 习惯于把张爱玲式的苍凉绝望 却又暧昧艳丽的感性世界展现出来 能够得到关锦鹏的赏识 无疑王一波是优秀的 但如果有合作意向的话 就首先的提升自己的文化素养 至少张爱玲、李碧华这些官大导演 特别欣赏的女作家的代表作 得先熟悉并逐字逐句研读 才能领略到关锦鹏骨子里的纯粹浪漫 关锦鹏曾经是无数人的最爱 希望能再看到他的匠心之作 感谢您观看视频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以支持我们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